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的意味就是茶 透过一泡春水 我们能够更好去领悟 跟感受春天 春茶在我们的这种感觉里面 它不是一个名词 春茶更多的是动词 因为春的本意 是推的意思 我叫茶人芳心 很多人都说茶人 其实在我的主观认识里面 没有茶人 人呢 男人有女人 真的什么时候也没有一个茶人 更多的来讲 我是这个领域里的一个漂亮 把茶当茶喝 那是2005年的事情 以前都小时候喝茶 因为每个家庭的父母 中国人的家庭都会喝茶 只是说2005年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的一个姑娘 她喝不饿 那么我就跟她喝茶 就这样来的 后来姑娘早茶流下 每个春天呢 我基本上在茶山都要开车 都要一万多年 在沃尔珠产区 土耳诗啊 西双版大 还有林仓 基本上每一个 有名的山寨跟山头 我都亲自去 包括一些很偏远的茶区 你去看一看她的生长环境 你去看一看 养育她的那片山水 你泡她的时候才安心 炒出一泡真的极致的茶 完全是靠经验是吧 这时间有没有固定的限制呢 是鼠之传道 嗯 超鼠之传道 鼠之鼠之传道 可以拿起来 你可以拿起来 哦 你少就知道她又没有树 对不对 哦 现在为什么我喜欢去云南 因为云南 它有很多的古树茶 就大树茶 而这些茶是一两百年前种下来的 目前来讲是最原生的茶 但产生非常低 它跟市场 洋下来讲没有什么别的关系 那一饼茶我们在市场上啊 在淘宝上啊 买饼茶几十块钱 甚至做几块钱包用 这根本不成名 但是价钱对于茶不一定对 价钱对于茶一定不对 今天想喝茶 明天还想喝茶 这是爱 这是爱 这是爱茶 这是爱 如果说 今天想喝茶 明天还得这么喝茶 这叫债 我现在基本上是在 爱跟债之间游走 茶是死在锅里 活在水里 那么当我们喝下这套茶的时候 茶的 自己的 某种意义 它的生命结束了 那么 很有意思的记住是说 它 它的生命 透过这种方式 在我们的血液里得到延续